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位呢就是维吉尔·阿波罗 而另一位呢则是奔驰的手机设计师瓦格纳 瓦格纳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骑车圈里非常有名 而维吉尔·阿波罗呢相信在时尚品牌大家更为熟知一点 因为他就是时尚潮牌off-white的创始人兼设计师 同时呢他还曾经担任路易威登的男装艺术总监 他们两人的合作呢可以说是汽车供应设计与潮流艺术的一次跨界合作 这两位大咖间的合作也可以说是将展现出多用途与豪华相结合的一个全新风格 作为一款电动双座越野轿跑概念车 Project麦巴赫概念车并没有拘泥于过去麦巴赫的形象 而是对豪华设计领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探索 尽情设想豪华电动出行的未来 车辆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纯粹的户外探索 它结合了豪华旅行车的巨大车身比例 大型越野车轮和独特的车身事件 重新诠释了这一传统城市汽车品牌在越野环境中的强大生命力 首先车辆采用了麦巴赫标志性的双色外观设计 车头采用了几乎是一刀切下的这种近乎垂直的造型 因为是电动车 所以设计师对麦巴赫经典的数字个山 进行了现代化的全新演绎 同时顶部还采用了这种贯穿式的LED日行灯 而大灯方面则是采用了圆形的造型 车头底部还搭配了大尺寸的越野杠以及前护板 同时还带有探照灯 这些元素都突选出了车辆的野性 同时Project麦巴赫概念车的透明前舱盖下 还装有太阳能电池 以提升这款概念车的续航里程 这款概念车的车身尺寸有占近6米长 侧面最为凸显的除了修长的车身以外 还有它的越野轮胎 同时非常显眼的 还有就是从车头一直延伸到车尾这个巨大的行李架 这个行李架还能加装帐篷 将越野与精致进行了融合 来到车尾 整个车尾的造型与车头一样 也是几乎采用了这种一刀切式的平直的线条 同时尾灯采用了带有麦巴赫logo的LED灯组 这个与车头呼应 同时尾部也带有越野杠以及护板 此次提前拍摄 我们无法看到内饰的具体细节 但从此前发布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内饰设计同样独具匠心 概念车主要的内饰材料 采用咖啡豆和自然揉制而成的可持续皮革 可以降低生产材料时对环境的影响 同时在设计上 也将豪华与户外越野结合的恰到好处 车轮将传统的仪表盘置于方向盘中间 同时仅保留了副驾驶一侧的一块屏幕 而这块屏幕经过180度的翻转之后 还可以变成一块巨大的屏幕 可以说是非常大胆设计 车内的各种功能 主要通过传统的物理按键实现 而这些按键的材料则是高光铝织事件 分量的座椅也非常有意思 采用一体式的设计 头部两侧有着巨大的包裹 应该是为了越野时保护驾驶的头部 同时这两个座椅还能彻底放平 形成于一个类似于飞机头等舱一样的床覆 放平后还可以打开后方的隔板 加以延长 激攻车内的叶速 它的头枕是由羊毛编织而成了 蹄花千鸟格之物 既可以作为行驶时座椅的头枕 也可以拿下来作为毛毯展开使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 超大座椅还可以折叠 并通过手柄 如同手机箱一般从车内取下 这款Project My8HUD的发布 不仅在设计上打破了 以往的常规的一些设计风格 同时也没有受到任何奔驰产品的规划 以及技术规格上的限制 它以这个时尚圈的合作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款 全新的一种设计风格 不过遗憾的是 它的设计师也就是维者阿波洛 在不久前因病去世了 所以这也成为了 它与汽车圈合作的 最后一款艺术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